繁华 静米 现代 古朴 人们一提到青岛 往往首先想到它的繁华与荣耀 就像香港路的车水马龙与高楼林里 而我们今天要探寻的不是这些光鲜的现代图景 而是青岛古老街巷所容纳的人文思考 海语城的一体 以及市井商业民生文化 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从老青岛的起点 鱼山路和浮山路出发 一路探寻直至终点 中山路 那些逝去年代 那些宁静的街巷两旁的风情万种 对我们后人依然有吸引力 也启示着我们 这里是青岛的鱼山路和浮山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这两条普通的青岛街巷两旁和周边 许多文寒巨匠先后成了邻居 康有为 蔡元培 文一多 梁石秋 沈从文 老舍 杨振生 洪生 同帝州 王统赵 萧军 萧红 华港 我所站的位置是青岛的鱼山路 前面不远处是福山路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这两条青岛宁静的街巷两旁 客居着许多文化学者 两条路 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文人末客 给这座城市留下了第一笔文化财富 岁月悠悠 山河无恙 这座城市不生感性 这里是梁石秋故居 据说当年每天清晨 住得稍远一些的文一多先生都会路过这里 路过这里的时候 文一多先生都会轻轻的招呼一声梁石秋先生 石秋先生便应声而出 两位先生便步行前往一所学校 开始一天的教书生活 从梁石秋家出来 两位先生的背影会沿着这条路 然后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他们步行的终点是当时名声赫赫的一所高校 国立青岛大学 进了校门 文一多梁石秋两位先生便经常会遇到自己的同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在这个校园里的老师含有 老舍 沈从文 洪生 杨振生 彭蒂周 等一大批文坛和学界巨匠 骆驼翔子 生死长等名著 也在这里写成 校园里两位先生会时常遇到自己的学生 文一多是当时的文学院院长 作为教师文一多素来十分苛刻 给学生打五分是常有的事 打六十分就证明这个学生的才分不错 但是他曾破例给一个前来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 打了九十八分 这个学生就是以数学零分 国文九十八分的成绩 被国立青岛大学录取的藏客家 而校园里另外一名名叫李云赫的学生 则疯狂地喜爱着沈从文的文学课 多年后 李云赫接受外报采访时 含称沈从文是自己年轻时最喜欢的教师 这位李云赫便是后来撬动中国政治地球的江青 国立青岛大学后来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山东大学从青岛西迁济南 如今这里已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校园 八十年间 这座城市里的人未必都细细大量过 这个由榆山路和福山路围成的校园 未必认真走过两条路 但正是因为大学的存在 让那个当年见识不过四十年的青岛 一下子有了人文激荡而带来的升级 这让一座新兴的港口城市 从一开始就不至于因为过于喧嚣和轻浮 而走向干苦 老青大应该说 虽然这个时间不是很长 所以国立青岛大学就是两年的时间 后来在那个基础上又成立了山东大学 但是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影响 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青岛后来的发展 应该说与这座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 后来山东大学起见 那么无论对于青岛还是山岛 可能都是一种遗憾 对 虞山路位于老青岛城区小虞山的半山腰 山下便是当年远东第一大海水浴场的汇泉湾浴场 当年居住于此的大师们 有的清晨踏着薄雾去小虞山读书 有的会在盛夏一头扎进海里游上一会儿 然后坐在沙滩上看山看海 青岛春有百花秋有月 下有凉风冬有雪的以你风光和四季浪明的气候 对大师们的影响很深 晚年在台湾的梁石丘有几十篇散文谈到了青岛 他的名篇一青岛里写道 我虽然足迹不广 但北自辽东南至百岳也走过十几省 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 我想在全国各都市里青岛是最干净的一个 因私恋青岛之情难以克制 他的女儿从青岛海滨取海沙装入坪中 寄往台湾 他多年放在桌角 那年间一所学校两条路 整个城市以极高的礼遇召集了文化和学界大师 于是这里就不仅仅是青岛的智库 更成为当时中国规模不小的精神汇聚地 我身后是青岛的太平路 其实老青岛的城区并不太大 它的东端是刚才我们探访的榆山路和蒲山路周边 而它的西端是中山路周围 太平路作为连接东端与西端的一条很重要的街道 在青岛人的心中便有了特殊的心理意义 从榆山路和福山路一直向海的方向走去 便来到太平路 而太平路的另一端 是老青岛城区的西端终点 中山路周边 于是太平路和位于这条路上的战桥 对青岛人来说便有了重要的心理意义 一位生长于青岛的海外游子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昨夜梦回青岛 依稀走在太平路上 路旁的街景仿佛还是往日模样 稍远处的战桥 却是那样清晰 我生于青岛 在我那时极端的想法里 城市就应该像青岛一样 是海边天空下一片色彩斑斓的陆地 大学时每个假期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 我都会到青岛的战桥走一圈 第一天是报道 最后一天是告别 早年出国前每每遇到困难 或重大手术的前一天 或有病人去世 我都会到战桥走一走 或到海边坐一坐 观海听潮 体会生命的潮涨潮落 远隔重阳 一年又一年 点点几笔 轻描出战桥 在青岛人心中的坐标 如果我们看一下早期青岛的这个城市建设 就会发现战桥 至于青岛的这个意义 最早的战桥是一个码头 带有一定的适用功能 但是后来这个 所以一个码头的功能就逐渐的 这个淡化了 而成为青岛这个城市的一个象征 我们看那个青岛啤酒 那个上标 就是以战桥 这个设计出来的 那么他的意义 我觉得主要就是把一种大海的精神慢慢提升起来 富裕这座城市 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精神 所以无论是青岛使命还是外地的游客 对战桥提起青岛来 首先想到的就是战桥 所以他跟这座城市 跟这座城市的精神是一体的 它是一个符号 也是一个象征 如果仅仅是海本身的话 不会成为一座城市的象征 但当城市通过战桥伸进了大海 大海与城市连接为一体 大海让居住在城市里的人 有了想象 城市成为大海最后的肩膀 老青岛的街巷 也一下子由战桥伸进了大海 一个城市便丰富起来 有了层次 有了容纳 我身后是上世纪二十年代 青岛中山路的老照片 青岛中山路是青岛人心理意义上 最重要的一条商业街巷 它与上海的城隍庙 南京的夫子庙 以及成都的春季路齐名 东边于山路 扶山路上的人文思考 战桥边上海与城的一体 都终结于这条人来人往 人声鼎沸的商业街巷 这是上世纪初青岛中山路的老照片 中山路是青岛人心理意义上最重要的商业街 它与上海的城隍庙 南京的夫子庙 和成都的春季路齐名 东边于山路 扶山路的人文思考 战桥边上的海城一体 都终止于中山路 这个商场兮兮市井攘攘的街巷 如果说二十世纪前半夜 中山路作为知名侵略者的专友 布满了洋行 酒吧 奢侈品商场 是高贵的所在 那么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夜 中山路都是普通青岛人购物 休闲的第一选择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 据统计 当时一个周末 逛中山路的青岛人 最多能达近百万人次 一般人都往往把这个中山路 看成是一个商贸区 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商贸区 这有商场 有影剧院 有银行 等等 但是这仅仅是一些外在的东西 更内在的是 请到市民 对这条路 一种向往 把这个地方看成是 一种精神的凝聚点 很多老青岛市民 他可能要过的时间 需要到这个地方 走一走 转一转 可能什么也不做 但是 走完了 转完了 心里很怕死 如果他多长时间 没来 感到心里空空大了 没有着路 那时候 一家人在中山路逛到最后 多半会去一个巷子开斋 这便是老青岛名声赫赫的小吃街 批柴院 批柴院始建于1902年德国占领青岛时期 批柴院的主街上多是酒馆 饭店 上世纪90年代末 随着城市政治经济中心的东夷和台东商圈的崛起 位于岛城西部的中山路和批柴院日渐萧条 批柴院里甚至沦为破烂民居 2008年 青岛市政府将沉寂十几年的批柴院改造一新 于是青岛人家又可以捡一个周末来到批柴院 青岛几步 推门走进张家坛子肉店 胡同口豆腐脑店 或是夹起高家锅贴 拿上几串烤肉 批柴院里的江宁会馆 也修旧如旧地恢复了旧日模样 毕竟早年这里曾留下马三立 刘宝瑞 新凤侠等艺术大家的背影 如今舞台高扎 桌凳整齐 角龙盘柱 这里等待着金人再一次用文化和艺术的目光 静静体悟一座城市封存已久的文化气质 并让这种气质慢慢苏醒 青岛人管中山路叫街里 老青岛人小时候都会唱一首儿歌 这首儿歌如今四十岁以上的青岛人多年后再次听到 多半会热泪盐眶 那是怎样的那是怎样的童年过往和儿时寄托呀 静静地留在了那条记忆里熙熙攘攘的街上 留在了和爸爸妈妈的牵手里 这首儿歌 这样唱到 看起来 好呀 好一一 一二一 向天理 买书包 买天理 好好练习 好一一 好呀 好一一 这是一首 几代人的歌 流传了大半个世纪 抱紧沧桑的石板子路 潮潮呆呆流印记 老院子就是那个一台戏 演不完也说不尽的历史剧 形形色色都是那个阵儿 马拉路路是声音 老街就是大树的根 长出百年一座城市 高城中山路 散门的老街里 散粗粗飞飞的老街里 老青岛城区东边起点的 榆山路 福山路文化圈 体现的是人文青岛 西边终点的中山路 体现的是商业市井青岛 人文的静心思考 与商业市井的热闹熄攘 有所隔离又离得不远 老青岛由城市布局而带来的人文 与商业的平衡与共生 不偏不废 太值得当下的青岛人思考 走过青岛的街巷 街巷里有回忆 有美丽 有热闹 但更多的是思索 这些青岛老街背后 蕴含着许多城市发展的宝贵财富 我们是否从长久的将这些财富忘记 面对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 我们不要急切的把这个问号删去 而快速地换上判断的句号 或是赞美的叹 走过青岛的街巷 街巷里有回忆 有美丽 也有热闹 但更多的还是思索 这些老青岛的街巷背后 隐藏着许多城市发展的宝贵财富 我们是否曾长久地将这些财富忘记 面对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 我们不要急切地把这个问号删去 而快速地换成判断的句号 或是赞美的探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首几代人的歌 流传了大半个世纪 明镜与点点栏目